在火影众多外挂里,仙人模式是比较强力的一种不需要像尾收模式那样,付出巨大的代价,承担暴走的可能性,也不像血迹现件那样纯汉血统,是可以通过学习来学会的。 明人,自来也,波峰水门,兜的仙人模式都是学来的,只有一个人的仙人模式是天生的。 重无,重无来自一个神秘的村子,天生就具备吸收自然能量的能力,理论上吸收太多自然能量的人会变成石头,但重无特殊的体质导致它不会变成石头,而是进入仙人模式,这就是咒眼的前身。 可以说,重无的仙人模式,更接近于血迹现件的存在方式,是天生的,这是整个火影独一无二的体质。 大蛇丸即使从重无身上提取了相关细胞,注入其他人体内形成咒叶,也没有一个人能还原重无的特点。 重无平质里并没有什么特殊,吸收了足够的自然能量就会变身,同时具备极大的沙翼,自然能量耗光后变回普通人,形成一个循环,堪称是一个常驻的仙人。 不需要像其他人那样消耗时间精力,去进入仙人模式。 经过训练,重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掌握自己变身的时间,以及在变身时控制沙翼,跟随在所住身边时,重无在控制自己的方面,有了很大的进步,甚至能局部仙人化。 局部仙人化的状态下,重无还可以吸收别人的身体补充自己的细胞,让自己快速恢复,或者把自己的身体输入到别人体内,恢复别人的伤势。 这种能力已经超出了忍术和仙术的范畴,甚至有点超出火影的能力范围,变得不太火箭。 这样一个有实力,能治疗的人者,本来在加入佐助小队后,应该有更好的发展,可实际上他的细分极少,而且每次都被人吊打。 佐助把他带离大蛇玩射之后,先碰上了七拉比。 众无他们四个打一个都差点被击败,众无除了治疗之外,完全没有起到什么作用,然后是跟四代雷影的战斗。 毫无疑问,众无被吊起来打,然后是在人界大战中联合相邻,水月。 大蛇玩暂时压制了漩涡白绝,结束了,没有了。 这就是众无加入佐助小队后的全部战斗经历,估计安本当时设计众无时没有想得太远,导致后期剧情塞入了太多人物和故事,没有空间给众无来展示了。 还真挺可惜的呢,这个角色的能力明明这么特殊,而且仙人模式也是极强大的外观,怎么会变成大酱油的角色了呢? 魔术狗戏头条号签约作者更多精彩内容,请关注魔术狗微信公众号。